如果你敢来没猛赶啊 我保证你一个月报酬三四斤不离 我们的羊 从山坡河河上下来了 每天这个时候我太阳落山了 羊就该回家了 回家了 我们这个下木场呢 是没有什么设施的 也没有暖卷也没有啥的 你想他们只有这一个这个棚子是住的 然后水是那个水罐 这是水罐 然后每次来拉几罐水 有点还有个大罐 然后这个呢也是水罐 这个平常 拉个什么油呀 什么水呀 这个就拿这个车拉 你用这个还拿过去吗 给他们拉水吧 你俩去捏 你俩去拉水啊 拿去个个儿呗 啊 拿个儿吧 肉不还烂 哈哈哈 那我去捏羊吧 姨子 我去捏羊去了啊 他叫萧娘 为什么说呼伦比尔草原的这个羊肉和牛肉好吃呢 是因为呼伦比尔草原上的这个草的草脂 它有油性 然后牛羊吃了长标 而且就是草原上基本上就是草脂有这个中草药 就有二百多种 所以你看这个羊 我们也不用说给羊吃什么药呀 也不用给羊打什么药 就是一年是屈丝宠 其他任何时间就是羊就是自由的生长 然后再加上也就是冬天的时候 就是一二月份的时候羊不撒羊糕嘛 会给这个羊做保温那啥之类的 除了撒羊糕的时候 费点事 给羊补点小羊糕 补点牛奶 然后再加上给大羊补点玉米 就是羊一年四季就只吃草 养牛养羊其实真的很辛苦 你们以为羊牛就直接撒在草原上不用管 它就它就能长秤 它就能长肉就完事了吗 需要有两个人像羊官这样精心的照顾着他们 别跑丢了 然后有点要生病了 就是给他们注意着点 给他们你看他们冬 他们夏天就一下天这个这个环境里边 没有水没有电 就在这生活一下天 然后早上起来起早 把羊赶到那边去赶到很远 然后太阳落山了 再把羊赶回来 这是他一天的这个工作 费又乏味 然后一年给他们这 挣的有限的工资 羊官这几年的工资是7万左右 这就算是两口子的工资了 嫂子我来帮你赶羊啊 往下赶呢 这小伙 真不好赶呢 真不好赶呢 往回撵 这他们现在已经下山了 要不下山的话 我还得上山坡子上撵去 给他们往回 往下撵 别想回跑啊 你看这草丛里 就这个草的品类 你都数不数不过来 好回来 是我的家乡 我的 吹出了霉的模样 无论 我们相聚 回 嘿 嘿 好回你啊 我的草原 我了 哎 这种 这个 这个小目标 呃 到年前 咱就把这一千只羊给它干掉 哎 怎么样 都想吃羊肉的 给灌注我